今天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在涂鸦版中 植物家族与僵尸家族到底谁更强 比赛正式开始 第一场 豌豆射手对战普通僵尸 获胜的是豌豆射手 第二场 豌豆射手对战旗帜僵尸 获胜的是旗帜僵尸 第三场 寒冰射手对战旗帜僵尸 获胜的是寒冰射手 第四场 寒冰射手对战路障僵尸 获胜的是陆障僵尸 第五场 双发射手对战路障僵尸 获胜的是陆障僵尸 第六场 大喷咕对战路障僵尸 获胜的是陆障僵尸 第七场 大嘴花对战路障僵尸 获胜的是大嘴花 第八场 大嘴花对战铁桶僵尸 获胜的是大嘴花 第九场 大嘴花对战独暴僵尸 获胜的是大嘴花 第十场 大嘴花对战铁桶僵尸 获胜的是大嘴花 第十一场 大嘴花对战橄榄球僵尸 获胜的是大嘴花 第十二场 大嘴花对战武王僵尸 获胜的是大嘴花 第十三场 大嘴花对战救生圈僵尸 获胜的是大嘴花 第十四场 大嘴花对战兵车僵尸 获胜的是大嘴花 第十五场 大嘴花对战小丑僵尸 获胜的是大嘴花 第十六场 大嘴花对战篮球僵尸 获胜的是篮球僵尸 第十七场 玉米投手对战篮球僵尸 获胜的是篮球僵尸 获胜的是篮球僵尸 第十八场 先人掌对战篮球僵尸 获胜的是篮球僵尸 获胜的是篮球僵尸 第十九场 西瓜投手对战篮球僵尸 第二十一场 西瓜投手对战篮球僵尸 获胜的是篮球僵尸 第二十二场 获胜的是雪人僵尸 第十四场 冰西瓜对战雪人僵尸 获胜的是冰西瓜 第十五场 冰西瓜对战扶梯僵尸 获胜的是冰西瓜 第十六场 冰西瓜对战坚果僵尸 获胜的是坚果僵尸 第十七场 忧郁蘑菇对战坚果僵尸 获胜的是坚果僵尸 第二十八场 玉米加农炮对战坚果僵尸 获胜的是玉米加农炮 第二十九场 玉米加农炮对战高坚果僵尸 获胜的是玉米加农炮 第三十场 玉米加农炮对战巨人僵尸 获胜的是玉米加农炮 第三十一场 玉米加农炮对战红眼巨人僵尸 获胜的是红眼巨人僵尸 经过以上测试 在一对一的情况下 僵尸家族最强了 玉米加农炮对战红眼巨人僵尸 玉米加农炮对战红眼巨人僵尸